好,大家好,我是Mei 我是Kiki Kiki是Mei 隨意去飛 我們現在身處在鹿兒島的中央站 其實第一段日本片正正是拍鹿兒島和九州片 也是五年前的片,我們很清溺的 嚇死不敢看 好像這裡五年多都沒有變過 記憶猶新 鹿兒島正直是一個國民運動會 所以酒店都很難預約 昨晚過來我們住在JR集團的酒店 我們最近也住這間酒店 因為它裝修夠新又舒服 相對比較大一些,是好住的 都是雙部酒店 直接在這個站的JR上蓋 直接走過去超級近,超方便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選這間酒店的原因 這個集團很多酒店都在JR站附近 不過價錢相對比較貴 我們這次的行程 全部都是用JR全國的巴士 我們買了Greencast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坐很長途車 我們昨天的一程就是最長的一程 我們在東京經過名古屋 大阪廣島博多 然後來到鹿兒島 總共是七個小時 但我覺得新的路線很快 感覺是比我們坐五個小時之內的特急更舒服 我們首先用了三個小時 從東京去新大阪 當時快閃停一停大阪 我們很快就在新大阪站 用了四個小時 來到鹿兒島 其實我們來到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十點了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食物 我們隨便在旁邊找了餐廳吃了 然後就很快休息 今天我們來到鹿兒島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東南西北計畫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之前那兩集 我們已經去了日本本土最東和最北面了 我也想順便在這裡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計算國土面積的話 其實也不是最東也不是最北的 因為它有些地方是有領土爭議 它這個是叫本土 其實就是計算北海到九州 還有再加本島 如果你要計算最南的話 其實沖繩都是再南一點的 那這個也是他們自己日本人都會這樣叫的 本土四極 軍事禁區或者是無人島 那正常人是不會去到的 那好像我們這些正常人 就去本土最東南西北了 已經滿足了我的了 我們來到鹿兒島 就立刻展開來到本土最南端的行程 那喜歡的我們記得 C-S-Click和Share三個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看 出發 我們昨天下車的一刻真的超感動 真的覺得我們拍攝這個東南西北系列 好像差不多可以收尾了 一言難盡了 因為我們都計劃了多久 還有看了多少資料 亦都是搭了很多程車 想不到我前面就有這個國體會的標誌 周圍有很多學生 體育現象 其實我們這次雖然在鹿兒島住了一晚 但實際上最南其實不是在鹿兒島 而是要去一個技方叫紫宿 我們以前也住過的 有拍過片的 真的很久很久之前 其實他也不在紫宿 不過要在紫宿那裡搭船 再轉巴士 這個是東南西北之中 交通方面最麻煩 以及最偏遠 最難去到的地方 我們先去吃東西 然後等一會 就坐車去紫宿 重遊舊地 見女一望望 好像很熟悉 有點懷念 懷念爺爺 唉 我們之前只是住在這間酒店 都是很近的 真的會看到一個摩天良景 這個商場很多牌子 不吃東西了 逛街了 你知不知道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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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陸兒島中央站 坐了50分鐘的車 就是這間紫宿肉手箱 到了紫宿站 我竟然會再坐過這架車 果然日本真的有很多玩法 我記得這裡是充滿了我很趕急的回憶 都是不斷地趕車來九州 不自駕的話 哇 我看到前面有一個 starts 穿著那套衣服 我曾經都穿過 五年前 現在已經來到溫泉旅館 先說回剛剛吃的午餐 本身是想吃一間在塔比拉谷 分數比較高 但那間原來星期三是不開門的 然後我們就落石商場樓下一間 塔比拉谷分數不是特別高 因為大家都知道 鹿兒島的黑豚是非常出名的 來得鹿兒島沒理由不試一下 除了吃炸豬扒之外 其實也可以試一下這些豬肉的shabu shabu 之前也吃過一間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的影片 我們點了兩款不同的炸豬扒 有一款是厚切 另一款是比較限量 它是兩款完全不同的部位 厚切這一款是偏向豬柳 脂肪比較少 入口的豬味很濃 也覺得這間很值得一讚 它的豬肉和炸皮是一點都不油膩 而且豬柳很明顯吃到它的油脂分泌比較少 但吃下去不會硬 也是挺軟的 我覺得它的質素炸得不錯 應該是即叫即炸 燉了10至15分鐘左右 賣相已經是挺正的 而另一款是廣店數量限定的里脊肉 比起另一款 它是更加重油脂 那款豬肉和肥膏的比例大概是7比3 其實都充滿了油脂 不會過膩 反而是剛剛好 混合飯一起吃 是非常有豬油香的 而不會吃到豬的臭味 它的豬扒也比較軟 而且它的皮是很脆的 它的皮和豬扒也很黏 不會皮肉分離 但是地理位置很方便 而且價錢也是合理的 它大概是2000日圓 它就包了麵豉湯 菜和飯 但這間的飯和麵豉湯不是任食的 因為很多炸豬扒店都是任食的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缺點 但它的椰菜是任食的 椰菜也吃起來很鮮甜 而這一間正值吃的高峰時段去 等的時間都不太誇張 大概10分鐘左右 這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剛才是自宿站 就帶了的士過來這間酒店 因為這間酒店沒有任何shuttle 在站的士過來大概1500日圓 這間酒店也沒有巴士站會去到 因為它的位置在山上 來這裡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我覺得一上這間酒店的時候 一打開門 就是大堂的海徑 哇 真是好棒 我們這次的房間 其實價錢是蠻抵的 24000日圓 即是大約1400港元 沒有一泊兩食 就因為我們明天要早起 連早餐都吃不到 索性就不計劃這些一泊兩食 但這間酒店 也是一間溫泉酒店 它是有大肉牆的 完全在山上看著海 這間酒店今年是50周年 所以其實也是一間 有些歷史的酒店 這間房間是和洋式的設計 我們是在阿高達預約的 剛才一下的士的時候 那些 staff 笑容是超棒的 那些服務態度非常好 而且有位會講英文的staff 就是我們check in的詳情 明天有些行程是需要預約的 他們都幫我們預約 還有明天的交通 我覺得這間酒店是一些舊式的溫泉酒店 不過是有翻新過的 而且它整個感覺有一點南洋風情 就是度假的感覺 跟日本郊區的溫泉酒店的感覺是不同的 那這一邊就是浴室位 它都是乾濕分離 那一邊是廁所 有免治馬桶 那之後推進去就有一個棋桿的 我們房間是沒有浴缸的 那見到它的位置都有翻新過 身後就是今晚睡覺的睡房位置 那這邊也有一些衣櫃 還有一些置物區 它都被了溫泉袋理 因為它有大肉牆 然後我們這次的房型就是 這個 那進來整個感覺是明顯地分開了 陽色歸陽色 和色歸和色 而這個就是好像已經翻新了好一段日子 和室這邊保留了以前房間的元素 而陽色這一邊就是真的翻新了那一邊 就是你看到那些木是很有明顯的使用感 雖然它是有點舊舊的 但是它是很乾淨的 這間酒店也很貼心的 如果你想體驗一下睡塌陷床的話 是可以自己鋪的 那就是這個位床鋪 多些人住的話 兩邊都有人睡 如果它有一個門 可以這樣有一個拖門的話 我覺得會更加之好 這個拖門連接著就是外面的路桌 所以我們這間房的路桌是陽色間房 一直連到來和室這邊 很長的 我們這間房比較便宜 所以就不是對著海景 對著就是停車場和圓林景 雖然我們位於四樓 但其實跟外面的地下感覺有點近 路桌的設計是非常簡陋 純粹讓你休息一下新鮮空氣 那我們現在就出來酒店的外面 跟大家走進去 來到紫宿 這裡的樹都特別充滿了度假風 很像泰國的樹 而且還要向著海 雖然我們沒去過沖繩 感覺是沖繩的感覺 這邊的房間就是我們對著的景 所以其實是挺近的 我們現在走進去Lobby 就是位於二樓 這裡一打開就很有驚喜的位置 很可愛 Lobby 位置對著無特的海景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把他拿走進去 他完全震撼到我們 想不到這間酒店 一千多元的質素 對著景景這麼棒 來到 除了Check-in 外 其實他都有些Service 給客人 這個位置是個人無理用品的自助bar 都是平常商務酒店會見到的東西 我覺得他最好的是 Welcome Drink的咖啡是24小時 非常適合我 先把咖啡都拿去 另外這邊也有其他的飲品 不過這個就不是24小時 這個位置 一進來坐下來 是完全帶你去另一個世界 到假 周圍的裝飾都是木和植物 風為主 感覺到是翻身的 全部都 特別是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有咖啡 就已經是一個打卡的四方 超級漂亮 他的手上店都會有營業時間 都是賣一些紫宿特產 現在是這個紫宿兼節 很多柴魚稅木魚稅 都是一些六二島的特產 還有一些燒酒 還有其他酒類 這邊也會有雪糕 看到Harkandise 因為這個酒店 是高一些在山上的位置 所以附近其實是沒有其他便利店 最近那間 下山一點 所以這間手上店 都是一個挺好的補給位置 這裡有些雞皮 薯片 只有六二島 黑豚的薯片 果然是六二島 全部都是豬 穿過了手上店之後 還未完結 這邊還有一個Yoga Studio 真棒 雖然我不懂瑜伽 原來它有使用方法 當時瑜伽 Studio 有些自動販賣機 啤酒特別貴 但是那些茶和水的價錢差不多 然後有一部微波爐 有一個小型的Lounge 裡面會有些糖 有些茶可以喝 這裡有個按摩機 200日圓 10分鐘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大肉場的位置 它有分男湯女湯 在裡面 旁邊有洗衣機和乾衣機 是比較舊式 有點像我們在郵輪上看到的布 再上去 就是男女湯 這裡的裝修木的感覺 都是比較 男樣風情一些 比較深色一些 像芭蕾風一樣 在剛才的Lobby 還有一條路 就是可以欣賞海景 我這一邊 就是對著海景的房間 也是一間酒店 就是最大的賣點 自己的曝曬 有泳池 也有一個對著草地 就是可以曬太陽的位 很寫 在這裡 超級扮豬 看到嗎 看到嗎 對 好恐怖啊 好恐怖 很立體啊 陽光之下 這個蜘蛛網 其實本身是很多蜘蛛 從北到南都有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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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了 我覺得這個泳池 其實現在真的 就這樣被人參觀 不是 可以下去游泳 它的水是很混濁 很多雜質 就是葉 泥 其實沿著這條路下去 已經是他們的私人沙灘 不過我們看過一些評價 就是沙灘的質素不是很高 就是沙石比較多 也是比較骯髒一些 但是因為這條路 就有太多蜘蛛網 就是我們就不走下去了 因為真的很恐怖 在中間的位置 A few moments later 那紫宿呢 還有一個很出美的景點 就是這個紫宿沙肉 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也有拍過的 而且還拍了一張照 那這個沙肉 其實它的感覺 就好像是沙的溫泉 它有些對身體好的效果 就好像被一堆熱的沙埋著 溫度是好像在SPA 我們體驗過之後 就覺得太辛苦了 而且那個人在你旁邊鏟鏟 好像將你埋葬一樣 那時候我們叫他 幫我們拍張照 那張照片拍得非常邪 搞得我們兩個好像死人一樣 景好笑 大概10分鐘左右 其實你都不會頂得住 就是一個來紫宿特別的體驗 試了一次就夠了 這間酒店 也有專車送去熱沙肉 其實之前來過紫宿 也有住過另一間溫泉旅館 就叫做淫蟲 真的叫淫蟲 那一間其實都是 價錢不算很貴 應該是大約2000元一萬 但是我覺得那一間就很一般 暫時來說 這間雖然比它便宜 住的海邊的感覺 我覺得會更加好 那間是偏和式一些 但是它的食物 溫泉都只是一般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已經在的士上了 時間是7時35分 因為我們要準備趕乘8時的船 因為如果大家不是自駕遊的話 要去這個最難的地方 其實在東南西北裏面是最難的 首先你要住在紫宿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要趕乘8時的船 而一個碼頭 一個站叫山川 其實都差不多要30分鐘的時間 所以坐的士是最合理的選擇 而且價錢也不會很貴 應該大概1500日圓左右 然後乘搭了上架的船 去到對面便會再乘一個觀光巴士 便會去到全日本本土最難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挺複雜的 首先你要去到紫宿 住一晚 乘的士 乘船 再乘巴士 你才會到達 剛才的士司機都說 今天天氣很好 明天就不好 所以我們非常幸運 走過這麼長途拔洩之下 我們都可以有這麼好的結果 可能有觀眾會問 為何不乘坐鐵路 因為我們現在去的那邊 是整個城市 整個丁 是沒有任何鐵路的 我們已經來到山川港乘船券的地方 我們先買船票 一角一角 哇 人進去的 她的死掌塞了 我想我們就買了 是單程票 每人就是88日圓 我們這次的船程 大概50分鐘 我們現在立即上船了 這隻船都是 像連人帶車一樣進去的 選擇直接乘的士 去到最南的話 應該是大概要兩萬多三萬人 我們現在來到根佔了 是8點54分 遲了幾分鐘 現在車正在出 其實這隻船都挺舒服的 上面那一層有很多室內的位置 都是可以坐的 而且是有冷氣的 繼續我們的行程 還未到的 好 過了船之後 其實馬上就見到我們的巴士了 左多格 去了很多個駕駛 在前面的時候 也是幾個前面的人 幫我們預約了這架巴士 Tour 是很昂貴的 每一個位置只要2500日圓 上了巴士之後 司機也會問你今天午餐想吃什麼 其實去到那裡只有幾間餐廳選擇 根據我們現在選擇的食物 然後跟餐廳訂定 這個午餐也需要自費的 暫時這樣看 整架車只有三個人 現在時間到九點鐘準備出發了 我們首先來到這個觀光案內鎖 拿到我們的到達證明書 我們還差一分 下車是十點鐘左右 其實一個小時之後 巴士就會來接我們 這裡走過去大概要15分鐘左右 這裡有 不是很遠而已 600米 600米好像不600米似的 這麼遠的 好恐怖 這座路 好恐怖 這座路 好恐怖 好恐怖 是他們的九州版富士 叫做開中岸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看到 這麼遠都看到對面的東西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左刀甲展望台 上去 這個展望塔很漂亮 這座路 整條路去到這個展望台 都是很新正 而且很完善 這裡還有廁所 好舒服 雖然很曬 不過這麼好天沒所謂 這些曬得 真是到最南端 很漂亮 是啊 哇 這個南方和北方的景 完全不同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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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了 9分鐘 由燈塔那邊 爆回來 巴士站位 開車 來到午餐時間 吃雅時間 這裡就是附近有餐廳的地方 只有五十分鐘 我們先把時間 車子非常好 雖然我們有少許雞和鴨港 但它也立即自動地圖給我們看 都要值得提提大家 其實我們這輛沽光巴士 只有三月至十一月才有 十二月、一月、二月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小心 不要只白走一趟 這輛車是二千八日 其實全車人 是點對點地做的 我們剛才去完 我覺得暫時東南西北之中最美的座多甲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超和館吃東西 是吃鰻魚飯的 如果這些觀光巴士 時間上是有點不夠 特別是我們 因為我們又要放行拍 又要拍攝 而且我們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 但如果大家不用拍太多東西的話 正正上去的話 我覺得其實時間上是夠的 過到那邊其實只有三十分鐘 而且那裡的風景 我覺得真的非常美 你會看到水好像透明 好像寶石一樣閃 我們很遠又看到燈塔 再仔細點看 我就看到外面的島 可能是屋狗島的島 非常美 自己一直都很想做這件事 我現在暫時去到第三站 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就已經拿到最南端 我看到我們逐漸達成 我們的願望 我覺得很開心 將來會拼起來 放在家裡 這個好像一個紀念狀 我覺得佐多甲在最南端的規劃 是不錯 而且它的行山路史是很完整 其實來回如果很快 好像我們這樣 跑到一身汗的話 十分鐘吧 快一點 就可以走完那條路 風景台真的做得很美 很新鮮 而且整個感覺很現代 好像獨霸了這個海景 長期都不太多人的 好像有些隱世的景點 多得今天都天功造美 天氣很好 而且我們一直走上展望台的時候 就在想 做這個計劃真的很好 去到北海道 又不是很冷 還沒冷到下雪 然後要很多裝備那種 去到九州 天氣又未去到八月 看煙火 但會有那種34度那種很熱的感覺 現在有時候還可以兮現 10月在日本相對是日本的淡貴 亦都不需要和太多人迫 即是預約JR 亦都是有位的 提前預約的話 可能想過一些班次都沒有問題 都是有位置坐 那我們的鰻魚飯來到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入了別人家的感覺 我看到有他們家人的照片 很溫馨的一個家 鰻魚飯整個套 沒有錯的話是2800日圓 分別有鰻魚飯 湯 植物 甜品 還有一個薯仔 薯餅 剛才Auntie問我 你們在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去香港 我想她應該覺得很驚訝 結果有香港人會來這裡吃東西 每一塊鰻魚都很薄很薄 但燒得都很香 它的鰻魚汁都很甜 不過我覺得有兩個缺點 第一 它的飯太濕了 很軟很濕 鰻魚的骨是比較大條 它不是那些幼骨 是大骨 它沒有怎樣挑出骨 在這些鄉村小鎮裡吃到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最後收錢的時候 不知為何變成3000日圓 可能加了價 到了下一個景點 就是鴻川瀑布 它會留一個多小時 都要逛山了 哇 今天天氣真是多熱 幸好下面幾人有間咖啡 期待衝上去再回來 還可以買杯啡飲 它就說要20分鐘 我們大概走了20分鐘 就到這個觀景台了 那應該是今天 那些水流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看到 那我就覺得不壯觀 沒有什麼特別 可能因為今天天氣的問題 但是那些池水是很清澈 還有偏向藍色一些 是一個挺大的池 那這張圖就展示了給大家看 水量少和水量多的時候的瀑布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比水量少的瀑布 再少一點 真的很少 如果它是像這個那麼多的話 就會是很壯觀 很漂亮 現在是三點五十分 那我們回來山川了 啊 今天早上8點 現在三點五十分就回到 還有一個行程 那我們既然離得這個最南端 不差再去最南端的JR站 因為附近呢 我們下了船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巴士或者車 我們租了的士 就一個小時了 就很快地來一來這裡 之後就回到酒店 然後就回到自宿站了 那就七千日圓一個小時 剛才就這樣在乘船的碼頭 來到這裡呢 都要二千九百日圓 兩個人搭 如果四個人就更加好 那我們快點拍十分鐘左右就走了 我們現在就去到JR 日本最南端的Aki 西大山 為什麼不是南大山的 哈哈 是啊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 沒理由不來 MISS了這個 之後這個就是西大山了 那我們即將下一集就會去這個 佐世堡 這個就是CLS計畫 做了指南針 還有會看到我身後這座山 開文岳 也都是這裏九州的人 會叫它做一個COPY版的富士山 當然是小和矮很多 但是這樣看 駕駛的形 都真的挺正 如果大家想過這個站的話 其實它就近紫叔 大概15分鐘的鐵路 它未至於是很難去的一個站 我們現在就準備搭回酒店 然後就拿回行李 然後我們就去紫叔站 然後去鹿兒島中央 然後去鹿兒島中央 我們去完最南端之後 就繼續我們的行程 我們離開了紫叔 之後就回到鹿兒島中央站 再坐車去到博多 久違地去到哈加塔 好感動 終於來到最後一站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間溫泉旅館 當然要說一下他們的溫泉 大浴場有男女湯浸的東西 是差不多的 室內有一個池 室外有一個露天風雷 對著向海的景色 男生和女生對著風景有少少不同 男生那邊一面無際的大海 還會看到那個開文樂 所以風景來說其實挺漂亮的 而女生這邊就比較窄一些 因為外面有一條路 所以就不是很見到海景 可能你站起來才會見到的 那就比較順勢一些 我覺得泉質來說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透明無色無味的溫泉泉水 這間溫泉旅館睡落都不錯的 它的位置是有點偏遠 但最正的是它的景是很漂亮的 有震撼不到我們 溫泉就普通 我們沒有在裡面吃東西 所以千多元港幣一晚這個價錢 都是合理的 日歸來玩更加之低 可以完全享受日光之下的美麗海景 就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去完最南端之後 我們覺得其實這個的消費 其實都挺高下的 即是你不論是你要搭船 搭的士 搭的士 加上吃午餐的錢 那間酒店一定要搭的士 才上去的話 其實整體來說的消費都挺高下的 我們有粗略估計過 所有的交通費 其實都差不多應該要15000日圓 所以大家就要考慮一下 選一間溫泉旅館 可能要包到指宿站的交通 其實那裡都已經會省了 來湖差不多3000日圓 今次要來最南端 其實不單是交通費會比較貴 交通時間都相對長一點 既搭了鐵路又搭船 亦都搭了的士 這樣才完成得到 最慘的是 Wast Trip 留在那個時間有限制 一個小時 比較可惜一點 明明它的景色這麼漂亮 變相如果你不自隔油的話 就是有這些限制了 我們很開心 今次只完成了 去日本本土最南端 我們還欠一個地方 我們下一集 就是去最西端 坐細寶見 喜歡記得 CIS 按LIKE 和SHARE 生物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開啟鐘仔場才看 Bye Bye